为了培育秀林乡的照顾服务员 秀林乡公所22号举办了照顾服务员的训练课程 乡长王玫瑰亲自主持了开训典礼 他也期许学员们能够认真学习 在取得证照之后 公所会协助辅导媒合 让他们可以立刻就业 秀林乡公所办理110年度 原住民主委员会补助办理照顾服务员训练 22号上午在秀林乡公所二楼会议室 举行开训典礼 总计有26位秀林乡亲前来报名训练 课程时数总计102个小时 并分别为学科和数科两大类 讲师也就是门楼基金会长期照顾部主任 黛玉琴也说明这是课程的内容 希望他们可以在这个照顾的一些理念里面 我们要带给他们是非常比较正向 而且很正确的一些照顾的一些观念 那除此之外就是要教一些 比较是生理的一些疾病的一些问题 最起码在这个社区服务的过程当中 也知道长辈他们附带有很多的 所谓的慢性病的一些问题 那从基础的一些概念里面 他们在这个生活照顾里面的一些知识 能够更多 那比较有敏感度的可以去知道说 长辈他其实现在的身体是属在 不是很舒服的状况 那他们可以寻求一些资源 请家属带去就医 学院下长网络就表示 去年度办理照顾服务员训练课程 生活乡亲们的大力资产肯定 同时也造出了许多的就业机会 成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亮眼 允许去年度的训练课程模式 来鼓励大家能够珍惜训练 考取证照 供水会辅导大家来开创就业机会 我们的做法就是希望能够真正想要就业的人 为优先 所以你们都是这次报名之后 很顺利能够完成报名 而且是符合这次计划精神的一个对象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用心良苦的去规划 这样的一个照顾服务计划 也真的会拜托大家 也是希望大家珍惜上课的时间 我想你们一定要撑过这样的一个培训阶段之后 再撑过什么 考证照的阶段 只要拿到证照 只要找到就业的机会 我想你们后面就再慢慢提升自己的一个本能 或许你还可以从这个开始来转换跑道 所以只要你年轻 很多的机会 机会是无限的 我知道你们而且 我一定要帮你们介绍到哪里去工作 我们甚至有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机会 我们一定会把你们推销出去 但是一定要认真 要用心 为自己相云来服务 新闻下的我们就表示 而这次报名的资格是相当严格 主要是以相亲想要这份工作的理念 来筛选每位学员 就是能够让大家能够认真地珍惜这份工作 辅导大家考取证照 让部落中人能够找到工作 提升就业机会 直接进入职场 修理一项棒不棒 棒 大家加油 加油 相当美不美 没 记得就用一项像不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